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的主播尚恩 今天我們要玩台服的全新英雄卡芬妮 那今天是大人出一 祝大家新年快樂欣賞私承 也希望大家在新年年 也能夠客愛心心的看我們的影片 那這卡芬妮呢可以注意到我們穿一個女僕裝 相當的不搭喔 手上拿著的是一個超級刀炮武器 一等的時候呢我們先學一技能 可以用我們的雷射型態呢來清個兵線喔 我們能夠搶線上二等呢多一個技能 就可以用來壓制一下敵方 這邊看到我們還是挺賺的喔 二人的輔助是藍 敵方的輔助是夸克 藍這個英雄的前期控制呢 雖然沒有夸克那麼OP喔 但是呢他傷害可不是假的 這邊也看到我們藍相當的雄悍 一個人直接把敵方兩個人趕走 但是我們前期還是要以清兵為主喔 最後呢我們藍 要嘗試擊殺敵方夸克的時候 被防禦他打死了 敵方卡芬妮還拿到手殺 這裡有點小尷尬 小間接 也感謝我們的中路提醒我們敵方圖倫過來 基本上呢卡芬妮跟所有射手一樣喔 前期的時候呢可能沒那麼強勢 這時候我們的目標呢是不死穩定的發育 能夠壓制敵方呢當然是最好的 喔這邊注意到我們的小兔子喔 一個神槍送敵方卡芬妮 直接送他回家 這邊我們防禦反敵方野怪 順便來推個塔 這一波呢我們傷害應該是 不足夠拆掉這個防禦塔 但是呢至少還是能夠下磨一點血量喔 敵方支援感到他們是閃電俠打野 那由於卡芬妮的二技能呢 在機箱形態會大幅的這樣跑速 所以呢可以用來走位非常好躲技能 這裡我們的小兔子 再次標準敵方閃電俠 我們上去消耗一下 注意敵方夸克的勾子 這裡我們是覺得不要糾纏喔 就過來吃龍就好了 但是呢還是打起來 我們趕緊過去支援 這邊注意到敵方卡芬妮跟圖倫的血量都不太有 先說來卡芬妮 可是被敵方的圖倫長血逃脫喔 那沒關係 OK 這裡相當帥氣喔 史蘭茲正恩 就遠距離再次標準夸克 我們的史蘭茲呢 如果他不是神槍手 那就是在敵方的身上裝了磁鐵喔 這邊出魔王的時候呢 我們也說說我們的出裝 基本上呢我們的唯一一件物理穿透 是我們的破陣 以目前版本來說呢 坦克不會很多喔 頂多是一個坦克 而且呢不會出超過兩三件的坦克裝 所以呢破陣已經很夠用了 假設敵方真的出了兩隻三隻坦克呢 我們才可以看情況改成天叢雲 基本上我們的核心輸出來源呢 是聖劍還有破陣 在結尾呢會買王者跟復活角 提高我們的爆發與生存能力 而中間有件裝備呢叫失血弓 這件裝備呢相當有趣喔 卡芙妮帶上失血弓呢 基本上可以單挑任何人 只要不被控住 所以呢鞋子的部分我們會出魔王鞋 增加任性 避免我們被敵方控住喔 這裡找敵方夸克跟卡芙妮 一套連招打下去 敵方夸克先收掉 找他敵方雷射一槍 一併收敵方卡芙妮 這波二打二呢贏得相當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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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見挑戰 一合身的動作 有名字 請問我 我可以幫你 請問捐 我問我 很可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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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